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和大家见面了,今天韩剧《公》要翻拍了 2006年,银恩惠,朱志勋,宋志孝和金真勋携手转了漫改剧《公》 该剧讲述了在君主制度背景下,皇太子与平民太子妃联姻的现代故事 摄出率高至27.1%,掀起了一波现代王室潮流 后续还衍生出了小说和音乐剧,人气不容小觑 18年后的2023年,GTBC独家爆料称将翻拍《公》 有几位演员正在参与试镜,制作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翻拍《公》正在企划阶段,快的话明年初可以开始制作 但也可能有变量,如果明年初制作,2024年年中或者下半年可以和大家见面 消息一出,立即在韩网引发了热议,毕竟翻拍经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已经有不少网友参与讨论选角 俏皮的平民太子妃人选,有金玉珍,高允珍等 每一位都是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男主角黄太子李信的候选演员,则有李道县,李仔续等人 各个都帅气逼人,自带贵公子的气场 这么看来,李仔续和高允珍很有可能二搭 之前在《环环2》中,李仔续和高允珍之间火花碎射 让一众网友们刻刀不心 而局外两个人也有着超强售后,就像是真情率一样 尤其是第二季高允珍和李仔续的 硬死互动非常多,合照已在各自的硬死发 在第一季的时候,李仔续和郑宿敏的硬死 看了看,发现聚播期间零互动 而前段时间,李仔续的粉丝见面会 高允珍还特意在现场应援 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日间有点什么吧 接下来就和小猫君一起来看看吧 《环环2》主演李仔续 在122举办了自己出道以来的首次粉丝见面会 2023年,李仔续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 与粉丝们共同度过了难忘又特别的时光 首先,李仔续演唱了Paul Kim的歌曲 《所有日子,所有瞬间》 从舞台上登场并和粉丝们讲述自己 第一次见面会的心路历程 之后还有切蛋糕,留言等温馨环节 李仔续更请大家确认 李仔续的真实个人档案 让大家更了解它 之后还有来自李仔续好友们的爆料 以及偶然发现的李仔续 让大家了解了许多 关于《环环2》拍摄的幕后小故事 针对粉丝们提前准备的问题 李仔续挑选出来一些为大家解答 最后她还选唱了 《无贺的少女》等歌曲作为结尾 也透过V3R给粉丝的手写信 表达感激 接下来她将前往东京 曼谷、香港、雅加达、玛尼拉、台北 举行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 台下的高云珍戴着黑色棒球帽 拿着一圆棒像粉丝一样 注视着台上的李仔续 在《环环2》剧中 李仔续和高云珍分别饰演张玉和洛兽 被网友称为最甜CP 他们还将剧中花絮中的好友情谊 发展到了线下 超量满足粉丝 李仔续、高云珍不仅戏里火花四射 戏外互动也是超甜 过去身上分享与搭档女性合照的李仔续 更惊喜发布两人同框照 爱气扑扑 好可爱 宠溺语气 在社群上与高云珍互动 让粉丝忍不住高喊 在一起 当局播完后 当高云珍与李仔续也在此营业 可以说这对CP售后好强啊 此前1月8日 《环环2》光云影最后一集播出 该剧正式落下帷幕 最近剧中的演员都纷纷通过个人印刺 发表了中印感想 其中在《环环1、2》中 分别适应洛兽和陈复炎一绝的高云珍 也发表了常文感慨 并公开了多张花絮照 并写下 第一次见到《环环》的剧本 是在2021年 在大湖面飞来飞去的画面 心动的记忆历历在目 但这么快就结束了 真的非常遗憾 《环环》是一生难忘的作品 作为复炎 洛兽 赵银 是值得感谢的时间 她表示 通过《环环》学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个人也成长了一些 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真的很幸福 能够和导演 作家 所有优秀的工作人员 演员们一起拍摄《环环》 感到非常荣幸和幸福 诈骗中 还有一张是在拍摄最后一天 高云珍收到李仔续 送的咖啡车认证照 而李仔续回复这贴文 谢谢傅言 洛兽 赵银 我很幸福 拍摄很辛苦吧 还对我这么好 可爱又漂亮的你 性格真的是最棒 还有请多多关注 Moving Moving是高云珍的新剧 除了送了咖啡车外 还帮忙宣传作品呀 两个人的互动 让不少剧名留言 快点给我二大 都好可爱呀 两人性格感觉都很好相处呢 售后比电视剧更好客 真的太有CP感了 希望可以一起拍个现代剧 《环魂光云影》CP 很舍不得结束呀等等 正因为他们私下对话 就像是同龄朋友一样 可以看出两人通过合作《环魂2》 便亲近了很多 相处非常融洽 其实李彩旭最近发表的感想贴中 也公开了一个高云珍的合照 粉红泡泡都要溢出屏幕啦 除此之外 两人在电视剧热播期间 也公开了很多合照 CP售后实数满分 而且两人在戏外 也如此认真地 为粉丝们带来售后服务 网友们更加客气了这对CP 为了宣传电视剧 李仔旭与高云珍 还一起拍摄了 《Ella Career》画报 换上时装的他们相当的时髦 李云珍与个人Instagram 分享与李仔旭的杂志合照 可以看到他们亲年模样 李仔旭更温柔地将花朵 背在高云珍的耳朵上 氛围令人心动 不能让夫人专美于钱 李仔旭也分享了 与高云珍的合照 李仔旭轻轻地向下巴 靠在高云珍的头顶 高云珍则做出旁脸的动作 看起来相当的俏皮 两人还神同步 一起拍摄美丽的晚霞 网友们纷纷表示 《情侣画报》的范本出现了 这两位演员太有CP感了 之后一起演部相待剧吧等等 虽然电视剧中映了 但李仔旭和高云珍塑造的 荧幕情侣一定会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到 第二季开播前 有很多人吐槽 第二季换人了 觉得可能不如第一季 但没想到《环环2》关于影很好看 不禁演员们保持住了颜值 演技双再现的标准 剧情也是一如既往的吸引人 不管是男主张玉 自身外冷内热的魅力 还是女主洛瘦敢爱敢恨的人设 我觉得张玉自始至终 爱的都是洛瘦 第一季中因为洛瘦的身体被火化了 洛瘦的灵魂 住在了陈福岩的身体里 用的也是陈福岩的脸 所以跟张玉真正谈恋爱的是洛瘦的灵魂 不是被操纵的陈福岩 第二季中洛瘦的灵魂虽然失忆了 也仍然住在陈福岩的身体里 但用的是洛瘦自己的脸 这次跟张玉再续前缘 相当于小别生新婚 看到有弹幕说 张玉跟洛瘦在一起就是渣男 这种观点不对的 张玉两季里谈恋爱的真正对象 都是洛瘦的灵魂 男主没有出轨 而且第一季的女主都死三年了 让张玉在第二季跟洛瘦在一起 有助于他尽快走出第一段感情的阴霾 这难道不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吗 嘱咐张玉说明他很有眼光 再次爱上的都是同一个人 比起第一季男主跟冒牌的洛瘦谈恋爱 那用第二季男主跟真正的洛瘦谈恋爱好呀 这才是张玉心目中真正的爱人 哪怕这个洛瘦用的还是陈福岩的身体 但脸已经是洛瘦本来的样子 这已经很棒了 我只是担心陈福岩的灵魂也住在陈福岩的身体里 更担心陈福岩的灵魂会趁着洛瘦灵魂不入的时候出来捣乱 影响这季男女主谈恋爱 毕竟第一季的女主个性更强异一点 既有冷面冷心的一面 有恋爱脑的一面 性格被严重的割离 还被反派陈武控制而黑化 太虐了 真担心 陈福岩的灵魂带着黑化的后遗症 会在第二季里虐洛瘦 势必会影响洛瘦跟章瘦谈恋爱 我很课第二季男女主角先关后爱的爱情 章瘦开始新的生活 洛瘦只有新的记忆 从头开始是最好的剧情 欢欢二比第一季好课 是件好事情 说明续集成功了 不会让我改变 中文 disgusto